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9号星期一 那么今天两市呢 整体上来看 三大股子还是处于反弹的这么一个状况 但是盘面上我们看到 两市当中呢 这个上涨和下跌的加速 基本上差不太多 那么从这个个股的涨跌 涨跌的这个数量上 对比上来看 基本上还是一个平衡式 那么目前呢 三大股子啊 整体的涨幅虽然不多 但是呢 我们看到实际上里边的 一些局部的一些机会 还是不错的 那从上涨的这个涨停的个股来讲 今天70多加 然后呢 下跌的 跌幅比较大的 超过9%的 这样一些个股的数量 只有是7加左右 整体上来看呢 实际上个股呢 来讲啊 跌势跌幅非常有限 同时呢 我们看到一些涨价概念的一些题材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MDI 也就是聚安子概念 今天的涨幅还是比较大啊 其他方面呢 之前一直跟大家在讲的低估值的品种 今天呢 互盘力度非常强啊 一个就是银行 再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实际上券商呢 现在也是基本上就稳住了啊 这个位置 那今天呢 从大盘的角度来看啊 后市该怎么走 那我们看一下图板啊 那么这张图板实际上呢 就是我在 之前呢 一直跟大家讲啊 我说非常关键啊 就是说 眼前这个位置实际上就围绕着那个 长线的中枢的位置啊 这个中枢的位置 深蓝色的啊 这个如果大家不知道这根线哪来的 那你看我 在这个之前的一些课件里面都讲到了啊 讲得非常详细 那这根中轨的位置呢 目前看 那我们看到啊 这个位置呢 是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很关键的 这个位置 3450点啊 从这个3月18号以来啊 尤其3月9号以来 跌穿之后 马上又站上去 然后围绕着这根线呢 反复整固 那我认为啊 后市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根线 进行一个阶段性的筑底的动作 那下方啊 3月9号这一天出现最低点啊 也就3328点 然后上周四呢 没有跌破前面的低点 我认为这个地方还需要再做一次底啊 就是说 如果再到前方的高点这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 3478附近啊 这个前面的一个高点 那上去之后 然后再次低头 再做一次底部啊 当然这个底部 我认为是抬高的 也就说 要做一个什么呢 三重底的啊 这个概率再加大 那之前呢 我认为说要做头肩底 但实际上上周四给我们的答案 就说 这个地方并没有跌破前底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三重底的概率非常大 那么这个时间呢 很可能会延伸到 呃 四月上旬左右啊 这个时间段 那在这个时间段之后 我认为三重底的这个 底部构造 就基本上终结啊 然后迎来这个我们所谓说 呃 B浪的啊 这个这个反弹啊 这个B浪的反弹 那么之前这一波呢 应该我们把它认为是 A浪啊 A浪 那么这样的一个 呃 后面的一个走势啊 曾经啊 我跟大家讲过啊 希望大家呢 啊 回看一下啊 我过往的一个视频的课件啊 讲这个地方怎么说的 我认为这个地方呢 如果产生 B浪的反弹 我认为这个级别不会太小 而且会 很可能会挑战前高附近的位置 啊 所以说我们说 既然是反弹 而且这个地方 一旦有三重底的状况出现 后面放量啊 然后这个地方 我认为啊 大家可以适当的呢 到时候呢 把这个仓位提升一下 这就是说 关于大盘的一个走势啊 那是这个结构图二 那我之前跟大家讲 很可能说有一种情况 啊 就说 它很可能会调到什么呢 紫色的啊 就是粉色的这个 中枢的位置 那粉色的中枢是怎么来的啊 就这根线啊 就这根线啊 就这根线 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我们取几个基点啊 一个是2019年 这个1月4号的低点 然后是2020年3月19号的那个低点 上方的高点呢 我们取到这个3288点 就2019年4月8号 那个最高点 做一组啊 这个平行的 粉色的 等距的通道啊 我们看到 高点呢 刚好打到这个 3731点的位置啊 这个地方是重要阻力位 为什么重要阻力位 实际上是双重的压力位啊 第一压力位就是红色的这个 呃 这个压力线 第二就是粉色的压力线 刚好集中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的压力效应 还是非常强的啊 所以说我们后市说 反弹呢 如果再度啊 接近这个位置 还是要注意啊 高抛 是吧 那眼下看的话啊 我们说 呃 如果走头肩底啊 那么很可能到达这个 粉红色的 这个 呃 这个中轨的位置 到达这个位置 但是目前市场给我们的答案 就是说 这个地方如果走三重底的话 那么到达粉色中枢这个位置啊 这个概率非常小啊 应该说再抹一抹底啊 基本上在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红色的啊 红色的中轨啊 这个位置啊 就这个啊 到这个位置 基本上可以起稳 到这个位置可以起稳 所以说呢 目前呢 就是说 建议大家呢 呃 不要过分看空啊 要利用再次回落的 这个时机呢 呃 要重点要低稀啊 低稀一些 比如说低估值的啊 一些 蓝筹啊 再一个就是说 有些题材呢 科技题材也好啊 其他的题材 实际上经过近期的一个 中期的一个调整啊 这个 呃 整个的调整幅度 已经非常充分啊 所以说呢 低稀应该是一个重点啊 呃 关于大盘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我们就不讲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行业板块啊 啊 这个资金的净流入 那么前十名是哪些板块 第一个银行啊 然后是煤炭 呃 然后是 造纸啊 然后是建材 那像这些都是所谓说低估值的一些板块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这里面银行是估值是最便宜的 所以银行呢 是明显的啊 这个是呃 明显是什么 这个地方受到支撑 应该是呃 持续啊 正当上行的一个走势 那目前看的话 机构超大单资金啊 今天流入了12个亿 然后是建材煤炭 包括旅游啊 旅游我认为 还是接下来我们说一季度二季度的一个重点 一季度过去了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二季度啊 重点我看好旅游啊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涨价概念啊 涨价概念的造纸 包括化工啊 化工实际上里面呢 今天说到的一个叫聚安子 既然提到聚安子 那我们看看 今天的概念板块啊 整个的这个呃 它的概念指数涨付榜前20名啊 但是这里面有重点说 超大单资金有流入 而且今天的涨付榜排名靠前的 一个就是聚安子啊 聚安子 今天的整体的百分之数涨了三个多点啊 呃 超大单资金流入一个亿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 涨价题材的是什么 就是有机规啊 有机规 还有一个下面就是 呃 有一个就是什么了 就是呃 颜言器啊 颜言器 颜言器呢 之前跟大家也讲过几次了啊 那么接下来跟军工相关的 就卫星导航啊 卫星导航概念 然后下方呢 有一个是 所谓的环渤海啊 环渤海其实里面都是一些央企 央企上市公司 估值比较低啊 今天呢 机构资金流入了九个多亿 那我们看一下呃 颜言器啊 这是周线了 因为今天是本周第一天啊 周线收还没有收盘 呃 看的话呢 是向上的这个呃 这个趋势是比较明显啊 再一个就是我们说颜言器呢 还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这里面一些个股的机会啊 今天颜言器板块呢 三只个股涨停 然后是28只个股上涨 然后我们看一下之前给大家讲新能源呢 今天呢 这个因为上个交易日呢 是大幅上涨啊 今天略有这个调整 那么接下来如果再次给我们一个低头的机会啊 我认为可以低息啊 新能源概念 新能源车概念啊 新能源车概念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题材啊 那么无限耳机 我在上周也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地方就是底部区域啊 那么今天呢盘中啊 出现小幅度的这个回踩 从指数的角度看啊 如果再次给你低息啊 下来要注意低息啊 重点啊 要注意低息 那聚氨子呢 就是今天我要重点说的 刚才也提到了啊 因为聚氨子呢 它的涨价预期非常强啊 所谓聚氨子就是MDI啊 MDI 说到聚氨子呢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MDI的龙头是谁 那就是万华化学啊 万华化学 但是万华化学呢 一百多元了啊 现在这个股价已经非常高了啊 那我们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更便宜一点啊 从四银率 从这个估值来讲啊 这里面应该去挖掘一下啊 今天一支个股涨停 19支个股上涨啊 9支是这个翻绿的 但整体上来讲 我们说为什么看好 目前这个聚氨子 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啊 做一组这个上升通道啊 高点两个低点啊 编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上升通道的上沿之前 上传之后 近期呢 出现回踩 刚好踩到线上 我们局部做一下放大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局部啊 它正好回踩 回踩到那个上行通道的上沿 这个位置 那么后续呢 看一下啊 今天是明显放量啊 今天出来一根什么 中阳线啊 放量的中阳线 所以说呢 这个板块指数啊 聚氨子的概念指数 我认为后续会持续 反弹啊 反弹的概率非常大 所以这个板块 里边啊 有些个股的机会呢 希望大家呢 可以下下功夫 好了 关于呢 今天的这个 整体的啊 两次的一个行情的啊 总结和判断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祝大家投资顺利